你馬上開電腦查郵件 我發了一條影片給你,快 送外賣被人彈中? 這酒短了,試試 謝謝 是澳洲Kunawara Katnut Estéga, Cabernet Sauvignon 我果然沒有選錯人 我計劃在收購幾個澳洲酒莊 好,下個月飛過一個星期 很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 三百萬 是不是你搞錯了? 你覺得我不值得? 我的目標很明確 只是想跟你談合作 你人生裡沒遇過我這種伴侶 你走 明益尾,先考慮一下吧 你走 曬我的時間 不適合 明益尾,先考慮一下吧 你走 浪費我的時間 不吃火 不錯 昨晚叫你弄一段影片 今天已經有三萬個熱門 很好 阿瑞,一見玉少,你弄一段影片 漏夜趕回工作室親自操刀 幾個鐘起貨了,神速搞定 他是聰明 說到底也是玉少,你救命之 我的珍藏全都給他弄 一年這麼多影片 有女兒他看,有錢他收 什麼時候他不給面 是的…我預示要你的影片的女主角 不是模特兒的巨星 再加上你這位男主角 有這麼厲害的動作片給他偷師 明益他吧 給我多給他一萬元 你說我很滿意 收到 不過他算有辦法 找到佩欣的聲音 這次好像伯母呢 讓伯母這麼囂張 擋著自己的傷金這麼厲害 本來就只有我看 現在就益街坊 放在網上 我幫大家一起看 他這就是不懂得生氣 五百萬也不心足 還想吊歌來買 假裝上菜 我就說要人人都看到的送外賣 送上門都沒有人負責 侯敏利,變侯敏利 會不會有人把網上的頭 卡在影片上呢? 之前我看新聞說 有人把美國總統的頭 卡在俄羅斯總統的訪問片上 我都可以 不是卡上去的,就是我來的 影片是被人做了手腳 明明影片畫面 Monique在側向鏡頭 收音位置應該在Monique的側面 但影片的聲音 好像直接對著咪高峰說話 發聲方向和空間一樣 都跟畫面不配合 就連雜聲都沒有 好像在工作室錄音一樣 不止 影片裡面的人 每次說到個不字都有鼻音 但Monique平時說話不會 就是有人故意扮演Monique的聲音 混合在影片上 每個人因為口型、牙齒排列 聲帶、口道這些髮型器官不同 而會有不同的髮型特徵和習慣 所以無論扮得多像 讀出來的字都不會一模一樣 沒錯,影片裡面的人 雖然不真是Monique 但說話的就是另一個人 我可以解釋這段影片 我明白,我也在處理 根本是兩回事 不會影響到我的判斷 好吧,你們商量完之後通知我 明白 是不是跟這段影片有關? 品州司協會打電話來說 事情還沒搞清楚之前 不想影響他們的聲譽 所以找了另一個人 來做世界品州大賽的評審 我剛剛在網上檢舉了 這段影片是不實內容 但也要等網站審批確定 才會刪除影片 最快可能也要等到中午 就算是刪除了 影片也可以扭轉到其他平台 要徹底按了這段影片 就要儘快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 可以嗎? 一般來說 法庭只會在金錢上 不可彌補的損失下 才會考慮辦法禁制令 這次的案件對你來說 絕對構成不可用金錢 來衡量和賠償的損失 那是不是要找律師? 找律師之前,首先要找一個人 我們會馬上幫你下口供 至於申請臨時禁制令呢? 我們已經聯絡了律師 據我所知 申請臨時禁制令的第一堂聆訊 會在星期五的早上十點舉行 只要申請的日期和第一堂聆訊 中間有兩個工作天的話 法庭就會安排最近的星期五 進行第一堂聆訊 今天是星期一 兩個工作天,即是明天星期二 就要入籍申請 數字是這樣算的 所以如果明天再不入籍申請的話 所有的事要延遲到下星期五 才可以進行第一次的聆訊 下星期? 這麼多天,影片已經封存了 對母親很大影響 只要有足夠的證據情給法官 證明影片是假的 明天入籍,還來得及 最重要的是要有專家的報告 專家? 那就是說如果只有哥哥 和家晞的工廁 法官未必會接納 我有一個舊同學 他在研究新聞鑑證 我可以找他幫忙做報告 是,那就行了 我們也跟律師談談 近年有沒有相似的案例 看看還需要準備什麼證據程度 高靖,找個同事幫忙點陋法務官司 是,聊天 麻煩你們了 什麼事?待會我還有一個問題盡見 看看他有什麼話說 謝謝你 家晞 我想我見到他了 安全帳,謝謝 很久沒見 真的,很久沒見 對上一次見你應該是十一年前 是的 想不到你是Jeff的師兄 世界很小 什麼時候回來的? 前央剛剛下機 你朋友是不是有麻煩? 什麼事? 時間真的不多,還沒一場編的 那個人在那邊,哪走哪趕 我有個朋友問 他被人誣送外賣送上門 還被人拍了一條片放上網 好 聲文鑑證在外國刑事偵查方面 已經被受肯定的總事了 法庭也會採納為證據 即是法庭語音學Francic Phonetics 有你這份專家報告 證明網上短片條錄音不是屬於Monique 就可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不過一定要… 爭分奪秒 Jeff叫你準備網這個… 換這本人的譽音法 你朋友伸下這條聲 我們要請它為聲帶A 首先把它分成20個 二十秒長度的短片 然後再將每細段 轉換成POWER SPECTRUM 這樣的圖譜就容易看了 之後再用MALFIRTURBANK 去計算每一段星的能量 分析這條星的高低音頻和強弱 套取聲紋 我以為你只懂得驗屍 你也可以聲紋分析 我還是上網查過資料 分析, 早晚你要靠專家 之後就可以提取 聲紋裡面的MALFREQUENCY SEPSTRUM 即是MFCC 人的聲音特徵 只要將聲音特徵 轉換入人工智能系統 就可以跟段片的聲音 即是聲帶B 進行聲紋對比 驗證兩條聲是不是屬於同一個人 我上網見過有一些人 可以將錄音的波長和震覆調整 令到錄音變成另一個人的聲音 理論上可以這樣說 但這只能騙人類的耳朵 無論你如何調整那個聲音 都不能改變那個人的聲紋 就像化妝一樣 無論化得多濃 都改變不了人頭骨的輪廓 正確 抱歉 只有38%這麼少? 相似度這麼低 證明聲音的特徵大部分都不同 肯定不是同一個人 接著就要麻煩你這位聲紋專家 出份報告嘛, 是, 女士 這次真麻煩你, 謝謝 我喜歡聽謝謝比抱歉 高安 是 我喜歡聽說